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 那上礼拜五大涨了400多点 今天又大涨130点 但是上礼拜五涨幅 比上礼拜五涨幅小很多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今天指数原则上小红小黑 但是我跟你讲 AI伺服器的主流地位已经出来 我今天再跟你拉出来 AI伺服器跟AIPC跟AI智慧手机 再给你看第二个部分 为什么AI伺服器会脱映而出 我跟你讲说黄老师有黄老师的一个理论根据 所以先前分析师大家看到投信大卖 我跟你讲说八档股票有没有 现在投信都开始在回补了 而且怎么样回补当中的七档 回补什么 你注意一下这七档股票会大涨 那当然还有一个怎么样 我跟你讲说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你一定要注意 我跟你讲这一档股票不只要突破 我当时跟你讲说要突破这一个51.3 当时在这里 在这里我一直跟你讲说会突破51.3 结果涨到怎么样 67点为什么这一档股票要突破 你注意一下你看一下今天这个收盘价 四北京怎么样 站上去这个最大量 换手 第二个 这个第三高量 那第二高量的更何况这个地方都被换手 那只剩下怎么样 这个地方你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突破怎么样上去 根本没有量 你会不会看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跟你讲说台新客会大涨 有没有 我一直跟你们讲 你们都不相信 在这一天上个星期四 我跟非凡 而且我要求非凡的指示人陈伟路 让我讲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说这一档股票我非常有把握 业绩大好 那你看一下 目前有一档股票6187 去年前三季EPS0.9 12月的EPS0.19 去年EPS怎么样 大概赚1块1 1块2 我跟你讲说虽然是call out 股价涨到这 我跟你讲 更大潜力股票在这一档股票 台新科 那台新科你看一下这个量怎么样 突破了 上面没有套牢的压力 为什么没有套牢的压力 各位我跟你讲 你看一下它的夜线图 有没有 上档无压 这个随便它拉的 华泰 这个地方你看一下 上档无压 这一档股票是怎么样 美超委的最大收益股 所以各位 华泰的行情会超出你想象之外 那另外我再跟你讲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我认为也要怎么样 大涨了 哪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我把它改一个日线图 音乐档 你看一下 这个最大量 三十几万张 这个高点在多少 在54.9 54块 今天都收收 都收多少了 56块 全部会换换手上去 所以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它是AIPC 又是AI束缚器 而且它AIPC 是真正有一个明星产品 什么名下 NPU IP 所以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 注意 合理解释 开始要打涨了 因为这个被 三十几万张都被换手掉了 还有我跟你讲 3231 2382 我跟你们讲说AIPC 你看一下2383 今天都怎么样 这个投资卖的 有没有跟你讲说 投资在回补了 有没有 一家 各位投资人 你自己看 被投资大卖 现在投资在补了 有没有 3017 被投资大卖 投资在补了 3231 被投资大卖 毁创 有没有 再强补了 2382 被投资大卖 有没有 再强补了 2356 我跟你讲说 有没有 英会达投资在怎么样 开始在回补了 方保科 各位 这一档股票更应该打仗 所以明天你注意一下 当然AI伺服器明天就是呈现一个轮仗 不会像今天那么强了 但是我跟你讲 优先布局这一档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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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3483 那其他的股票 数一个怎么样 震荡走高 那适合怎么样 高出低谱差价应对 AI伺服器已经脱颖而出了 各位 那哄测我跟你讲 这个带上来自货 我跟你讲 3264 这一档股票 你看一下头线一直占卖 那外资占卖 那外资不要怕他卖 这个属于一个高本益比的股票 那明天有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你要注意这一档股票 等一下我再跟你说明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会打涨 那为什么 注意一下6509 我跟你讲说第一期期的股票 有没有 继合 你看一下 这一些股票 你看一下 3287 EPS一项 去年只赚0.85 股价从20块涨到40几块 各位 这一档股票赚多少 去年EPS赚多少 2.5到2.4 股价38.45 你不觉得他严重的低估 好明天被动元件你要注意 2327 2327 还有这样 2472 还有我跟你讲 等一下再跟你讲 底部成型的 这一档股票也要大涨 好 我先跟你讲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我怎么讲呢 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跟你讲 而且图都画给你们看 什么图 你看一下 美国 你看一下 这些都怎么样 弱势 弱势 空中巴士 反而所以这是跨国的股市 Nike 弱势 再来 可可可可乐 稳中拓肩 百事可乐 弱势 好 你看一下美影还是 属于正常的回档 摩根大通也一样 好 我跟你讲 私家信还是弱势 PA 再来 有没有高通 如果你看好PA 这个看好AI 这一个 一个AI手机 你应该是注意这个 高通 创新高 好不好 好还有一档股票 IBM IBM我告诉你说怎么样 低本利比股票 所以各位 3265 这个低本利比股票 而且这一档股票是怎么样 AI157 3264 低本利比股票 6239 低本利比股票 2303 联电低本利比股票 2472 低本利比股票 6672 低本利比股票 6509 低本利比股票 6176 低本利比股票 低本利比股票 2472 低本利比股票 2327 低本利比股票 5483 低本利比股票 6488 第一本一笔股票 各位 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信不信由你 将来都会创新高 就像当时我跟你讲说AI伺服器 我跟你讲AI伺服器才是大主流 你们都不相信 现在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 而且我跟你讲说 美国七大AI伺服器 会人流的一直创新高 所以跟你讲 有人打电话跟老师讲 因为他看我的电视节目 看了很多 我的网络 他说怎么 老师 我听你讲 美国七大AI伺服器 会人流一直创新高 会一直创新高 各位结果他很聪明 他去买美国的AI伺服器 买什么呢 所以IBM代表第一本 第一本刚才跟你讲 买什么股票 买三档股票 超为 突破新高 道雄那时只突破 他突破新高 他去买美国的超为 还有买美国的超 买美国的飞打 Amedia 还有怎么样 买美国的超为 还有买什么 美超为 他很聪明 黄老师一直跟你们讲说 这七档股票 会轮番一直创新高 有没有 大湖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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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震荡走高 Google 震荡走高亚马逊 震荡走高Mita 震荡走高微软 黄老师 震荡有没有判断对 好 那我跟你讲 涨到这个地方 各位投赞 你听我的话 美国七大AI伺服器 各位 如果你去布局的 你现在已经赚到怎么样 超为 美超为 NVIDIA 好 这个地方 各位你听我的话 不要再买的 你怎么样 可能有些要怎么样 它属于一个轮障 那最近这个涨幅 它会比较晃慢一点 所以各位投赞 你持有的细胞就好 可是你资金拉回来怎么样 买台湾的AI伺服器 因为台湾的AI伺服器怎么样 严重 我跟你讲 严重 严重的低估 拉回来买台湾AI伺服器 好 我跟你讲说哪些AI伺服器呢 各位 上礼拜我已经跟你分析了 有没有 伺服器 AI伺服器是一般伺服器价格4到6倍 各位 各位你有听说过 AI PC AI手机价格调高吗 没有 它成长幅度 有人估计 长长27.1 有人估计成长40% 那AI PC今年最高 有人估计到怎么样 9% 手机有人估计到怎么样 4.9% 6% 各位 价格没有什么 各位这是它的4到6倍 好 台湾的AI相关股 全部这些都大涨了 这些大涨创新高 这些大涨 微软创新高 AMD创新高 Intel创新高 博通也创新高 高通也创新高 好 拉回来再怎么样 AI伺服器 好 我给你再看一下 结果 头信卖最多的股票 这一档 这一档 我跟你讲 这两档股票注意 这个头信会大力回补 所以先前分析师看到头信卖什么 大家都知道 分析师告诉你怎么样 看到头信大卖 谁敢买 都不敢买 各位只有黄老师 敢教会也买 其他的分析师都告诉你 没有行签 好 为什么 各位光宝科 严重严重 等一下再听我讲 你注意一下 智慧手机 我跟你讲 各位 2018年 13.941支 衰退 衰退 2021年有成长 2022年衰退 对不对 2023年衰退 好 各位成长 我们估计它怎么样 最高成长到6% 6%到6.2 你看一下 小幅度成长 好 再来看一下 NB 2024年 有人最高估计怎么样 成长9% 以往都怎么样 下降 成长 你看一下 这个最高峰 在2021年已经过去了 所以一直跟你们催眠 人家一直在跟你们催眠 AIPC 可是各位 AIPC有涨价吗 没有 而且AIPC 最高峰已经过去了 这个成长幅度 我们给它最高9% 好 你看一下AIPC 这个成长幅度多大 各位 所以把资料摊出来给你们看 一目了然 骗不了投资人 所以各位投资人 你们当时都在怎么样 AIPC AI手机 我跟你讲 各位 这个成长是27% 还有人估计今年会成长40% 我们只估计它怎么样 27% 27%比例 NV成长9% 是它的三倍 比智慧手机成长6.1% 是它的4.5倍 而且怎么样 AI伺服器价格有调涨 所以各位注意 所以 这档股票 我跟你讲 锁定 任何拉回都是买点 投资卖了这个拉回来 旺汐 有没有 都创新高 还有双红怎么样 今天也创新高 还有这一个怎么样 秦成今天也创新高 好我跟你讲说 投资人卖 回补广达 投资人卖 回补怎么样 光宝科 本利比怎么样 最低 旺汐18.6次低 有没有 好 伟创 投资人开始卖最多也在回补 还有旗汐 投资人卖在回补 还有台光店旗汐 投资人卖的也在回补 对不对 好 各位 这个建策 你看一下 110年 EPS19.54 112年 EPS17.9 是衰退 衰退8.6 本利比可以到达41.8 好 你看一下 各位 这个业绩 双红跟建策差不多 哪有很多 差一倍 台光店 EPS跟这个差不多 而且怎么样 双红跟台光店的EPS 比怎么样 自帮好 结果自帮542 双红在386 台光店在怎么样 435 所以你看一下 台光店跟双红 各位 所以投信大卖了 开始回补了 双红 又要创新高 各位 那明天这一种股票怎么样 不要刻意去追高 明天你要注意的怎么样 这档股票 等一下再跟你分析 还有怎么样 2356 还有我跟你讲 2301 还有 3483 还有 3231 还有 8358 2425 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为什么 王老师有我的逻辑 各位 看这里 所以 优先锁定的第一档股票 华泰 第二档股票 音乐 音乐档 第三档股票 光宝科跟 伟创 还有这一个怎么样 金基 还有这一个怎么样 成级 你注意这一档股票 好 各位 注意一下 金基我跟你讲过了 成长第二名的 好 再来为什么要注意这个股票 各位 这一档股票说怎么样 也是美超委概念股 可是你看一下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有点乱盖 我跟你讲实话 有点乱盖 有人放出消息在炒股票 我跟你讲 你要小心 会像哪一档股票 放出消息 炒到这个地方 你套到这个地方 你都不能解套 为什么 真正 我跟你讲 真正美超委概念股就是怎么样 唯一而且很纯正的美超委概念股 就是这一档股票 滑台 你看一下 前三季EPS负2.76 人家1.8 前年EPS负3块钱 2.8 真正的美超委股价 正2.8 64.4 负3块钱 67.6 好 在这一档股票 乘级EPS2.34 而且这一档股票乘级跟立台有点相近 乘级的性质跟立台有点相近 好 立台 负3块股价在67.6 乘级2.34 44.7 所以你看一下 小心 各位这一档股票会打仗 各位 到达这个低档 不用怕 连线 那更低估的股票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好 接下来你再看 对不对 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2.8 1.13 这两档股票都是怎么样 都是AI伺务器 1.13的股价在77.2 2.8的股价在怎么样 64.4 所以这一档股票要做整理 要做整理 必须等怎么样 等华泰的股价超越 银广的股价 之后 银广整理之后 才有再上涨的空间 那这一档股票 我认为它怎么样 短线你要小心 这一档股票 低档有限 好 再来一个 今天你注意一下 有一档股票 广印 尼克森3块钱 股价在57.1 广印1.29 股价才涨62.4 所以注意 尼克森 测这个半年线跟年线 这个KD 不要再改了 KD怎么样 到达低档 这一档股票 好 再来一档股票 注意 银升 明天再跟你讲 我先给你看这个消息 这是千中万切的 银升横化 MES的一个麦克风 跟怎么样 感应元界的一个业务 这一档股票 各位 听进去 各位听进去 为什么你要听进去 各位你注意一下 这一档股票 EPS 付一块钱 23 第四季 负0.4 第四季 可能赚 0.1 负一块钱股价在23 这一档股票 是一个大转机股 我跟你讲说 你要找低基期的股票 就像 各位 我跟你讲的 这一档股票 低基期 各位你要注意 2.4 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也是低基期 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你注意一下 你看一下 经历 当时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因为低基期 看一下 EPS 你自己去看 前年BPS 付1.45 有人觉得 他低基期 从105.5 炒到怎么样 400多块 那炒到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 有人会开始换股 因为看到这个业绩 有人炒三倍上来 那KD指标到高 所以人家怎么样 这一种股票 各位 人家要开始获利出场 转到怎么样 转到这一种股票 低基期 你看一下 EPS 各位 你看一下 EPS 所以你要找怎么样 找像经历 币哥当时在怎么样 这个地方低基期 你再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你看一下 EPS 0.38 前年EPS 0.85 前三季0.52 因为低基期 20块炒到40几块 KD指标到的高 所以人家要怎么样 开始换股了 要换股 懂得意思吗 要从这个地方怎么样 出了 要从这个怎么样 出了 然后你怎么样 前年EPS 0.85 但是你看一下 继合 EPS怎么样 2.4 这个低点是不是比他低 这个KD是不是比他高 这个叫怎么样 牛背离 低基曲 所以我跟你讲 各位 你注意一下 你注意一下 各位 0.85的股价 可以涨到 20块涨到13 那这一档股票 2.4应该值多少钱 1.3的股价 应该值多少钱 你看一下 这个没有EPS 6684 各位 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 换股 6684 低基期 这个就开始换股 经历 低基期炒到 你要找怎么样 找低基期的股票 找像经历这个位置 找到怎么样 像3087 3287 找这个地方低档的 而且怎么样 指标 背离 更好 所以各位投资的 你注意一下 你要注意 好 你再看一下 封测 我跟你讲 台新科拉上来的 所以这个也会涨 这个也会涨 跟你讲 戏格齐帮 这一档就是怎么样 各位你要注意一下 新钱 所有 红色股本益比最低的 就是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会大涨 所以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那IC设计股 你注意一下 整个的一个车店先动的股票怎么样 各位 你注意一下 6672 这一档股票会先动 为什么 我跟你讲一下 8996 701PS多少 我跟你讲 7块钱 7块钱229 对不对 好 6235 701PS多少 4块5 再107 那这一档股票 5块8到6块 好 你再看一下 3715 对 对不起 3715 对了 这一档股票 EPS多少 3715 4块2 股价在80点 所以车店如果要涨 一定要怎么样 6672涨上去 还有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可以开始回补了 加班 一定要 成 这个一个怎么样 肯威 先拉上去 之后再怎么样 加班 拉上去之后 我跟你讲 这些高本益比股票才有一个缓弹的机会 或者 高利 没有缓弹的机会 6535 没有缓弹的机会 3715也绝对没有缓弹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这一档股票拉上去 之后再怎么样 6284这个股票拉上去 那其他的车店才有办法拉上去 那最应该拉的股票 我跟你讲 所以我跟你讲 你如果没有耐心 请你卖出来 你卖看看 你卖了之后他就大涨 我跟你讲 你卖看看 如果你没有耐心 你卖看 所以我跟你讲 美国股市 IBM大厂代表什么意思 低本一笔股票 所以我跟你讲 矽经元低本一笔股票 金元代工联电低本一笔股票 轰测 细格 新钱 尤其新钱 低本一笔股票 还有轰测 还有那个被动元件 国具利用低本一笔股票 还有车店 我跟你讲说 腾辉低本一笔股票 IBM上涨代表这个意思 那最强势的股票就是怎么样 AI伺务器 所以AI伺务器 极大潜力股票 我跟你讲 各位 你不觉得 AI伺务器 各位 你有看过这种涨幅吗 一天涨36% 众难 今天晚上因为涨多回党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拉回来还是买 更好 我希望今天美朝卫能得 让你们看坏 华泰 杀出来怎么样 人家把你接走 各位 认同黄老师的观点 各位 请你赖劲 黄老师给你判断的AI伺务器就是主着 我跟你讲了多久 全市场 当时我跟你讲 全市场都在看坏AI伺务器 我跟你讲 AI伺务器才是一个主着 那我把AIPC跟AI手机 AI伺务器资料 让你们比较一下 现在终于怎么样 你们脑筋才转过来 所以 AI伺务器我跟你讲 涨势才启动 任何拉回来 都是分批不及的好机 各位 认同黄老师的观点 请你赖劲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 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